于女士说 他们夫妻俩对产后护理没什么经验 选择了贝瑞家月子会所杭州林平店帮忙料理 交了38000块钱 会所派一名月嫂照顾产妇31天 产后在医院3天 出院后入住会所28天 于女士说 入住会所第一天 她让月嫂帮忙擦身体 月嫂表示 前妻在医院是由她来动手 到了月子会所就该保妈自己擦 坐在那上面我自己擦身体 但是她的水泵也不一定不告诉我 他们那边会所的水是很冷的 要放很长时间才有温温的水 但是她从来不提醒我 所以我一直都这样子擦身体 于女士说 入住之前月子会所没有告诉她 月嫂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她和丈夫也没问 入住后 她以为月嫂说的都没问题 连着自己擦身体20多天 她性格比较急 碰上4月份 好多天气温较高 每次不等水管里的水完全热 就开始使用了 除此以外 吸奶也是她亲自动手 我奶上了 我就用自己吸奶器去吸奶 但是奶瓶都在外面没有清洗 包括吸奶器也没有清洗 都是我用冷水 因为他们的水不热嘛 刚开始开的都是冷水 都是我直接这样子清洗 洗掉了之后的话 用自己烧壶热水烫一下 余女士说 有很多次都是她自己打开冰箱 把奶瓶放进去 一直到了第24天 这位月嫂有事离开 会所给她换了另一位月嫂 她发现新换的月嫂服务很周到 擦身体 吸奶之类的事情都来帮忙 夫妻俩这才意识到 之前的月嫂在偷懒 两人找到店里的经理沟通 我们沟通了几轮下来 她是做的都是表面上的工作 她说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做的表面的工作 包括要跟上海那边总部去反馈 到最后的时候 我问她去反馈的一些内容 她给不出来 余女士说 因为月嫂不负责任 很多事是她自己在做 经常碰到冷水 现在身体状况也不好 脚 手 不仅仅是疼 而且存在一个麻 而且没有 双腿是没有力气的 在贝瑞家月子会所 杭州林平殿 记者等了一个多小时 等来了一位高精女 她说 产妇反应情况后 他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调查的情况就是 比如说 具体的这些产妇擦身体 这些的话 月嫂是 没有说过 让产妇擦身体这个事情 那他们反应是 产妇自己擦了二十多天 所以说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 双方说法不一致的地方 因为反应 这件事情的反应 有个延时性 月嫂是怎么说的 是否存在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把 这个案件已经交由 交由律师处理了 高经理说 他们已经搜集了证据材料 但不便给记者看 月嫂服务过程中 是否有问题 也不便表态 他们出于客户满意度的考虑 提出过 派一位月嫂 住家26天进行护理 但袁先生夫妇没接受 袁先生说 高经理在撒谎 前期的协商中 高经理承认过 他们的服务有不足 还告诉他 当时月嫂已经被开除 而且那天我要求你提供 月嫂开除月嫂的 你至少有一个流程 有一个检验的所同 这是公司内部的流程 如果你们要提供任何 如果第三方要我们提供 任何证据 我们都会拿出来的 那是有没有开除呢 他说这个月嫂 已经开除掉了 如果说公司内部的流程 我不便对外去说 公司怎么处理 或者怎么样 袁先生提出 会所在提供26天 住家服务的同时 赔偿他们70%的服务费 高经理没同意 袁先生说 接下来准备 向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此事 118黄金眼 记住报道